在台湾,前内政部长李鸿源本周发表新书《台湾如何成为一流国家》 书中直言,政府施政需要换一个脑袋 如果政务官的养成,治理国家的模式不改 不论谁当选2016,只是成为另一个被骂的对象 拥有美国爱荷华大学土木暨环境工程博士学位的李鸿源 曾任台湾省政府水利处处长,台北县政府副县长 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委 以及内政部长李鸿源认为 行政院充斥高学历的博士内阁却是一部拼装车 文官和政务官的思维逻辑完全不同 被摆放的位置却搅在一起 理论与实务无法结合,缺乏专业的技术官僚 中央政务官只经过地方政府的历练 只会开小车,如何能开卡车,能开连结车呢? 李鸿源说,高雄气暴发生时 他建议高雄市长陈菊重建代状的都市更新计划 并且与成功大学合作 同样的,台北、台中、各县市政府都可与当地大学建立伙伴关系 像荷兰所有公共建设都是由大学发动的 当中央需要人才时 这些大学教授的能力是具足的 李鸿源说 我们今天大学的教授呢,没有办法写大计划 因为国会给我们的钱都这么少 我们每个人只会写paper 我们写计划的成绩大概就是一千万的规模 人家外国一个教授写计划的成绩是二十亿的成绩 那这样的一个人出来,事实上他 等他ready以后,事实上他就是一个政府可以用的人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善用大学这些教授 但是不是用今天这种用法 我们今天用的这种用法是把这些人才全部糟蹋掉了 每个人兴冲冲的跑到内阁服务 然后出来了被骂得狗血淋头 其实这样也不公平,事实上是不fair的 李鸿源更大爆内幕说 前行政院院长,台大教授出身的江仪化 把内政部长的位置交给他时 只花了五分钟就匆匆交接完成 李鸿源说 他只告诉我哪些资料放在哪里 然后我从此变成内政部长了 这是什么交接 李鸿源书中还提起 重创台湾的莫拉克风灾发生后 马英九总统承诺一波15架黑鹰直升机给空勤总队 这根本是错误政策 没有专业的幕僚跟总统分析其他方案 也没有人考虑内政部养不养得起这15架战斗机 而且战斗机的设计根本不是用来救援 李鸿源透露 当年他是少数不适项的反对莫拉克重建特别预算的 一个大灾难过去了 什么地方可以重建 什么地方不能重建 都还没搞清楚 怎么去编那1200亿预算 应该要让专家学者花半年 把灾区状况全部搞清楚了 再请各部会提预算 也许只需要600亿就做起来了 李鸿源说 可是问题是今天哪一个院长有那么大的 在立法院说再给我半年你马上被立委吃掉 这就是我们今天民主运作的最大的难处 一个政务官最大的难处是 当我觉得我今天要挺的时候呢 请问你有没有人挺得住你 立法院的压力你耐得住耐不住 还有呢来自媒体的压力 你可以从电视打开从50台骂到56台 你哪一个政务官有办法让你连续骂一个月 你不下来我就输你 可是那是对的 那是对的 今天台湾的社会有没有给一个愿意做事的人空间 李鸿源还质疑说 我们这么小的国家需要这么多县市吗 我们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治理吗 我在县政府呆过 我告诉各位 大部分的县市政府都在做什么 中央把钱给他右手花掉没有了 你要再多做一点事情不可能 因为你的举债已经到了上限 你的财务也不允许你这么做 所以我是觉得 那今天中央跟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 假如这件事情谈不清楚 其实我们并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政府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